大家都好香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75年上映的香港分段式贺岁电影花飞满城春 小娟天生不爱笑也不怎么理人 黄某因此猜测小娟的脑子有些问题 为此他专门和好朋友张杉打赌 如果张杉只用一句话就能将小娟逗笑 那他便直接给张杉识个大洋 结果没想到张杉竟然觉得条件过于宽松 因为这种事一个字就能办到 甚至连惹小娟生气 也同样只需要一个字 走到小娟面前后 张杉突然对着小娟的狗下跪行李 还喊了一声爹 此举逗得小娟哈哈大笑 紧接着张杉又对小娟下跪 并称呼小娟为娘 如此一来小娟便会游戏转怒 黄某阵子不得不佩服张杉脑子转得快 胡万年年轻时吃过不少苦 等到老了才总算过上好日子 儿子们不懂事也没经历过那段岁月 所以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那像胡万年当年那样 吃饭就只吃饭 别的什么都没有 唯一的一块咸菜还被吊起来 妄媒止渴 帮助下饭 妻子多看了两眼 竟然被斥责为贪心 如今胡万年游进灯窟 即将离开人世 临终前他一直指着东屋 似乎屋子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儿子们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 胡万年便只好民事 东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为什么要点蜡烛 除此之外 胡万年还担心自己的丧事问题 大儿子认为胡万年抠了一辈子门 丧事就应该办得风风光光的 不然可能会留下遗憾 这话没把胡万年气死 二儿子清楚胡万年的脾气 扑张浪费太不可取 能省的地方一定要省 结果胡万年对此依然不太满意 直到三儿子开口 丧事才总算被定下 三儿子表示 丧事不但不能花钱 反而还要赚一点 等胡万年死后 他会用盐腌制胡万年的尸体 之后再把尸体当咸肉卖掉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胡万年提醒儿子们 卖肉一定要去南城 别去东城 因为东城人特别喜欢设账 王老太是胡万年的妻子 胡万年死后没多久 儿子们就开始动起歪脑筋 按照约定 三兄弟和四妹轮流 赡养王老太 结果没想到 老大和老二 因为怕外人说显话 又不想在王老太身上花钱 于是便想出了 顿顿吃窝窝头 临时只是铁蚕豆这种剑招 被他们养着 王老太简直是生不如死 还好老三比较孝顺 一得知王老太受了苦 他就连忙吩咐媳妇 拿出鱼来招待王老太 只是这鱼竟然是化出来的 原来老三也和两个哥哥一样 根本不打算赡养王老太 四妹得知此事后 想到了一条妙计 她让丈夫制作假的银元宝 又找朋友借来尽快 把王老太打造成富婆 最后再散布谣言 谎称胡万年死前 留了一笔遗产 现在那笔遗产在王老太身上 没过多久 三兄弟便集体化身绝世孝子 争抢着赡养王老太 如果不是巡警刚好路过 三家人恐怕会当场打起来 见计划成功后 王老太便依照计划 拿出那块金子 将它打赏给了四妹 出手如此阔处 四妹果然没有骗我 想到这点 三兄弟更是拼了命的 争抢王老太的抚养权 哪怕今天没轮到自己赡养 他们也会找出各种理由 跑到兄弟家看望王老太 在面对儿子们时 王老太也会按照四妹的要求 有意无意的漏妇 让几个儿子知道 他身上随身携带了不少金银元宝 在今孝期间 三兄弟和他们的媳妇 就像是脱胎换骨一般 从原先的嫌弃 巴不得王老太赶紧滚 变成没有王老太活不下去 想尽办法各种讨好 甜言蜜语说了一大堆 简直是肉麻的不得了 得知王老太喜欢听俏皮话 他们更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一边逗王老太开心 一边贬损其他兄弟 总之就是 只有我们对王老太是真心的 其他人都是怀着目的 别有用心 偶尔为了打发时间 王老太会去戏院看戏 为了减轻几个孩子的压力 他从来不去大戏院 只是今天的关系体验 有点糟糕 某些观众大声喧哗 把戏院当成聊天的地方 有的父母看不好孩子 导致孩子随地大小便 还有就是那些要打赏的 老是打着戏子多么不易的旗号 频繁索要赏钱 难怪门票比大戏院低 感情赏钱才是主要收入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王老太哪还看得下去 今年要比往年热得多 只要是人都会忍不住抱怨 老大为了让王老太睡得舒服 特意花重金购买进口风扇 只是没想到 另外两兄弟也有同样的想法 三人不甘落后都想讨好 王老太没有办法 被迫一次吹三个风扇 某日深夜 老大终于忍不住 打算偷走那笔遗产 为王老太花了这么多钱 他自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 可就在他行动之时 他却撞上了目的相同的老二 两人的惊呼声引来了老三 为了缓和气氛 老大决定说点好话 结果却因此发现 王老太被风扇吹死了 王老太死前没有留下遗嘱 三兄弟因此开始了新的一轮争夺 他们都想证明自己 对待王老太好不吝啬 但花的钱却差不多 无奈之下 只能平分那袋元宝 打开袋子一摸 这些银元宝无论分量还是硬度 都不对劲 似乎是西座的 发掘上当后 三兄弟当场痛苦流涕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都是大孝子 车行老板和老板娘 特别爱买彩票 每当开奖时 车夫阿杰都会第一时间 赶回来通知他俩 老板身体越来越差 早已无法应付方式 老板娘对此颇有怨言 车夫小唐虽然身体不错 但老板娘并不喜欢 他这种毛头小子 直到阿杰说出 鼻子大代表那方面很厉害 老板娘才总算对小唐改观 小唐私下和对门的林子有一腿 林子的父亲因为缺钱 打算将林子卖掉 最近城里新开了一家妓院 有富商愿意输三百块 买个处女讨彩头 老板娘便是中间人 林妇就是被她给说服的 小唐没钱帮林子脱离苦海 如今又被老板娘威胁 实在头痛不已 老板娘知道林子和小唐的关系 但在其他人眼里林子一直都是黄花大闺女 包括林妇林母 因为脸皮薄 老罗不好意思当机叫卖 哪怕是饿得没钱吃饭了 直到来到没人的地方 他才敢大声叫卖粽子 在此过程中 他偶遇了车行老板 老板的彩票没中 心里一肚子火 再加上今天元宵 怎么可能会买粽子 见老罗身体不错 人也还算老实 老板便决定收下老罗 让老罗进入车行当车夫 听到这话老罗连连感谢 并表示还好老板没买 因为这些粽子早就变质腐坏了 有个小朋友刚吃完就闹肚子 跟着小唐 老罗学习了不少拉车相关经验 总的来说就是 跑得稳会接力 嘴巴甜能吃苦 其他的则要靠亲自实践 搭车的人不少 但拉车的车夫明显更多 和那些回国老油条一起抢生意 老罗哪里能抢得过 连续几次吃力后 老罗便干脆坐在车上听人说猪 过了好久 终于有一名乘客注意到老罗 只是很无奈 老罗此时听书上映 根本不想提客 甚至还专门提高了价格 乘客有事要办 只能被迫答应 老罗拉车的功夫不咋样 顶嘴的功夫倒是一流 还特别喜欢和乘客作对 乘客不搭了 他却硬要拉 乘客要快一点 他则放慢速度 主打一个叛逆 哪怕在叛逆期间撞车了 他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 这都是缘分 上天让我们双方撞在一起 乘客的急事被耽误了 还要受到老罗的嘲笑 哪里人得了 老罗这种人 简直就是拉车界的败类 趁林子还会被卖掉 小唐抓紧时间 一有空就带林子上楼乱稿 老板娘为了验证大鼻子传说 偷偷躲在暗中观察 传说果然没错 小唐的精彩发挥 看着他心花怒放 看着窗外的红鸡蛋 林子事后想到 可以用染料充当处女血 忽悠负伤 等到林子离去后 老板娘便主动现身 他打算亲自来试试小唐的功夫 如果小唐不肯伺候他 那他就把小唐和林子的丑事说出去 到那个时候 林子不但颜面扫地 还要和小唐一起被抓去进猪笼 老板为了中大奖 求遍了各路神符 甚至不惜模仿动物 只求能够得到中奖提醒 经过观察 阿杰发现 老板好像一只王八 结果没想到 此话竟引了老板大发雷霆 反倒是周围的邻居 一听到王八便能想到王八买火关 通通跑到彩票店 为自己的未来下注 万万没料到 今天开的真的是火关 老板得知此事 毁得肠子都清了 明明得到了生命的提醒 我却非要发脾气 一段时间后 富商如约来到妓院讨采头 他年纪太大 早就没了办事的能力 所以说平时只能用手 听到这话 林子终于安心了 因为他的肉体并未遭到玷污 还是属于小唐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小唐已经不干净了 为了守住秘密 小唐这段时间一直在服侍老板娘 事后富商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妓院 这鸡蛋上的染料 怎么跟我手上的处女血一样 富商有所怀疑 但却没敢上前确认一番 另一边 突然回家的老板 撞见了小唐和老板娘的奸情 对此 老板并没有太过生气 反而第一时间去买彩票 因为他吸取了教训 有一种说法 形容被绿了 就是当王八 王八买火关 富商要想红运当头 就得把处女血留在手上 只是他手上的并不是血 由于长期遭染料浸泡 富商的手指患上了皮肤病 大夫看后都懵了 处女血的威力又这么大 小唐牺牲肉体过于频繁 最终导致患上性病 以后再也不能和林子乱搞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不认真 不认真 产生病 对方我没有 平衡 不认真 不认真 不认真